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 今天好 我是张仙 前几期快报 为大家持续播报了 发育路打野和中路的踢路情况 之所以留下对抗路 和辅助两个位置没谈 主要还是想把每个位置的现状 进行细化 分析到位 那本期就来聊聊对抗路 大体看来啊 现版本的对抗路 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流派 其一就是以携带乘机 发育为主的边乘流 代表英雄有东方药 暗信 亚瑟 盘古等 另一派则是携带其他非成绩技能 更契合英雄自身特性的技能 中规中矩 发育支援的常规流 首先我要提出我的观点 边乘流正在经历一个强度的下坡 不推荐大家玩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原因还是对抗路的经验兵改动 边乘流的特点就是抢二很快 出门拿到和线 快速升到二级就能打出压制效果 但如今现在的打法已经行不通了 当第一波兵线接触时 不打第一个近战兵 直接丢技能 清掉中程兵和远程经验兵 两个小兵就能到达二级 对于多数战士而言 一级清掉后面两个小兵 都是一个技能接两三下普攻的事 此时边乘流英雄刚刚拿到和线 技能进入CD 还等着刷第一个小兵才到二级 对面的英雄就已经到二级了 现状因为经验兵的增加完全被反转 反而让边乘流的打法浪费了先机 初期逞击压制效果不明显 中后期寒冰逞击对团战的帮助 微乎其微 肉打野刀在低层触时 性价比明显不如传统防御装 多方面考虑后 我更愿意换掉逞击 专心打好对线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东方药 暗性这类英雄就此没落 对于药而言 进化可以清除新销 暗性也可以带闪现切入 或者眩晕接大招打出combo 强度都不弱 大家也可以以此为例 尝试更多的套路 那说回上分推荐呢 在高端局中 马超 关羽 老夫子 都是可以独挡一面的强制边路 那马超和关羽啊 由于击跑的攻强啊 英雄强度也得到了变相提高 尤其是马超 赛季初啊 本来挨了一刀 经过削弱后啊 却在今后的表现 一度逆袭越战越勇 盘踞着边路T0的位置 关羽列入T1 带击跑还是带进化 完全取决于对方阵容 硬控多 例如对面有火舞啊 牛魔之类的 都推荐带进化 但对面硬控少 减速多的阵容啊 急跑关羽 还是有一些天然优势的 同在T1梯度的 还有东方耀和AP梦奇 都是十分稳健的 抗压发育型边路 老夫子的强度啊 我排在T2 一是因为太迟发育 单代周期很长 二是需要太多操作细节 对于卡能量和开二技能的时机 颇有讲究 今后有机会 单独开一篇快报 给大家仔细讲讲 T2梯队的选手啊 还有孙策 袁哥 八戒和哪吒 说到哪吒 从王者的路上 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单看这高达53.55%的胜率啊 就知道这个小子绝非善类 带个弱化 对线强 打架谋 能担待 支援团 唯一考验的就是你入场时机 低心局 其实放在T1 并不过分 但是高端局就很难打出 理想的效果 从王者的小伙伴 选他总没错 若想再上一层楼啊 就得在对线细节和切入实际上 多下功夫了 那至于大家喜欢的 凯爹啊 狂铁啊 工本啊 吕布等猛男呢 虽然榜上梯度不高 只能排在T3的强度啊 但是部分绝活玩家 也能通过操作 跟T1的英雄 打得平分秋色 甚至有压制效果 不是不推荐 只是需要大家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在段位上看到收益 要不要练啊 全凭喜好 总而言之啊 对抗路的T2啊 主要是从对线强度和支援能力 两个方面做参考 各位小伙伴们 想玩好对抗路 多注意抢二推线 防NAC 勤支援这些细节 毕竟队友崩盘啊 咱们对抗路的猛男 很难像经济爆炸的射手一样 扛起输出大梁 打得团队一些啊 胜率也会更高 好了 那么本期对抗路T2 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你在对抗路 还有哪些对线技巧呢 不妨留言给我 我是张先生 我们下期再见